我看了这个小文房翅膀呢 样样样样 先跟大家讲讲这个事情 有笔啊纸啊什么的 就是我是挺喜欢这个小竹篮的 因为有的时候可以放喝茶的东西 有的时候可以放写字的东西 我今天带了一个就是一个最经典版本吧 就至少我们去从事书法这件事情应该有的东西 那首先呢是一个水鱼 就是水什么 水鱼就是放水的这样一个 潘鱼嘛 水鱼对对对 跟潘鱼的鱼是一个鱼吗 是一个鱼 对容器嘛 就是你也可以用家里的碗替代 但是我始终是 我是相信公善其是要利器器的 就是你还是弄一个漂亮的这个放水的 那像你去茶叶店他们卖的那种水方 就是放喝剩的茶水的那个东西 也可以代替 其次呢是一个墨碟 这个东西呢 你看我拿的是一个民国的 民国的一个老的 它这边呢是可以装墨汁 但这边呢又是一个瓷焰 就是你也可以用来 就是磨墨 但是现在我们好像 就是我好多朋友说 等墨磨好了这个写字的时间也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还是用墨汁多 就现在 但大家也可以试一试 就是 如果就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家里面拿个烟灰缸可以用 很多人都是用烟灰缸的 但是我觉得不太合适吧 你还是 就是说这个器具它如果有固定的 有一个 我知道是一个禅修老师 他就说家里你哪怕是用一个鞋盒 放一个香炉在那儿 然后就是一块小垫子 但这个东西你不要变化 你每天养成习惯去做这件事情 就本身它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如果开始习字的话 就是给自己一套较稳定的装备 不要今天是你们家蘸酱油的碟子 明天是烟灰缸 后天是搞不清楚一个什么东西来盗墨 就是的确就是器物本身是一个 怎么说就所有的这些学习 我想都是一个失去自由 再到一个获得自由的过程 就你也可以最开始就是 就这些东西都是限制嘛 包括我们写字的技术 包括各种规定 它都是某种限制 但当你熟练之后 这些你就获得了某种自由 可能别人无法驾驭这些的自由 但是从最开始呢 还是要习惯限制 我觉得就是规矩 本身对你这件事情的进步 是有好处的 然后是墨汁 然后我带了两种墨汁 这两种墨汁是我自己用过 我觉得非常好的 一种呢是叫玄宗 然后它分了中农 特农和比较淡的 然后 那为辣特辣 是的 那这个呢是一个叫花仙 也是一个日本的墨汁 就是会 这个墨非常接近 就是磨出来的那个墨 就在纸上的表现 所以我通常可能会把这两种墨 混起来 混起来用 这样在宣纸上会好看一些 然后就是毛笔 然后这是一个笔连 就是卷你的毛笔 我觉得古人的东西挺有意思的 就是这样这个 这个又是通风的 是一个木头的 但一般我们会买到的是竹子的 然后这样就是你可以把你长 像我毛笔会比较多 所以就需要一个比较大的笔量 都是羊豪还是狼豪呢 是这样的 就是说现在做毛笔 就大多数我们用的都不是纯的 有纯狼豪 纯羊豪 然后有紫豪 就所谓的兔子的毛 就现在实际上毛笔的成本都挺高的 那现在我们可能经常买到的毛笔里面 都有非常多的人造纤维 就是猪中啊 就是一些比较便宜的 便宜的毛 这不同的 比如狼和羊 我们小时候都知道狼和羊 它有什么区别 狼豪比较硬 比较有弹性 羊豪比较软 比较好控制 那这根 就到底用什么样的笔好 这个可能我们可以讲五六七节目 因为这个历史上 有不同的说法 然后具体到每一个书家 他有不同的个人的经验 最有趣的观点是什么 我直接讲我的观点吧 我觉得呢 如果一个人可以把羊豪 写得很好的话 那么他的狼豪表现 应该是非常好的 就相当于 他是一个 你知道狼豪非常硬 比较好控制 你很容易 一会儿我们可以拿两个 对比一下写出来的笔画 你就知道 羊豪很软 就是呢 你如果能把你的手上的功夫够呢 你能把你的 你的这个训练放进去呢 羊豪的表现力是最好的 我们不记得你 就是我肯定在现在 我肯定的孔狐